早上好 欢迎回到9月19号的百格晨报 我是敏和 新闻一开始 马上为你跟进在雪州和吉隆坡 昨天早上爆发的毒酒事件 截至昨天下午5点 已经有51个人酒精中毒送院 其中19人死亡 另外有14人生命垂危 51人中有3名大马男子 其余来自缅甸 尼泊尔 孟加拉及印度公民 警方相信受害者是喝了三款牌子的酒精饮料出世 包括满德雷和Grand Royal牌子的威士忌 以及King Fischer品牌的啤酒 警方还在调查这些酒是否被参入了有毒物质 不过已经知道的是涉及卖假酒的杂货店和餐馆 警方找上门的时候 业者都已经逃走了 新报今天的头版新闻报道双膝毛诺中央医院 股科部门主任从2009年开始 涉及性骚扰案件多达38个受害者 目前已经有停职两个月查办 一旦被证实涉案 他将会被除牌 不能再行医 每日新闻头版是刊登了公正党副主席 三苏伊斯甘达 授寻安华会否出任副首相 对马哈迪继续任职首相这样的情况时 他回答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 也不会反对这种阻隔 新州和新台下时报头版都关注了 前茂公部长穆斯达法 昨天晚上宣布退出巫统 穆斯达法是基于没有看到党的复兴程序已经开始 再加上巫统目前的方向已经乖离了中庸 不再跟他秉持的政见一致 所以决定退出巫统 随着穆斯达法宣布退党 国会最大党也重新起牌 巫统在509大选之后 已经失去了4名的国会议员 目前只剩下50名 也就是说 巫统和公正党现在是平起平坐 都有50名国会议员都成为了国会最大党 对于穆斯达法退党首相敦马哈迪表示 他的觉悟太迟了 早就该察觉到巫统的内伤 而西蒙会否欢迎穆斯达法的加入呢 敦马说穆斯达法必须先展示 他已经洗心革面 另外巫统领茂区国会议员凯里认为 穆斯达法退党就像是巫统失去了一盏明灯 他也见指巫统主席阿莫扎西应该为此负起责任 接着来看关于敦马哈迪交棒给安华之后 会全身而退 还是会出任资政呢 安华在接受新加坡亚洲新闻台专访时 就发表了看法 安华还说敦马在现任之后 无意继续担任其他官职 但是安华认为应该善用敦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来制定一些政策 并且协助建立国内和国际关系 而在安华成为首相之后 旺阿兹莎也将会卸下副首相的职位 当被问到安华属意的副首相人选时 他并没有正面回答 最后感谢你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